朋友们大家好,清明前后,天气晴朗,又抓紧时间到山里面采摘野生藤茶 野生藤茶天气晴朗的时候,制作出来口感方面,味道更香更浓,食用价值泡茶喝更好 专生越岭在向阳山坡处,又找到一大片野生的藤茶 它为咸齿石葡萄柯,藤与葡萄藤极为相似,叶子油光发亮 采摘过程当中,有股蛋的清香味 采摘的时候,我们只采摘这样子,嫩的一部分 生山里面,野生的藤茶,在南方多省,极为丰富 采摘的时候,比较费时间 老枝叶,我们不采摘 有不少对藤茶了解的不够多,作为古老的木制藤本,采集嫩精叶 做成茶叶,有成白酸,形式发霉一样的状态,又管叫梅茶 梅茶的名字特别的响亮,用来泡茶喝 好处方面,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山里面,野生的藤茶 在客家的眼中,管叫青霜古藤茶,白茶 又管叫梅茶 老人长期一辈子喝这个藤茶 又管叫长寿茶 采摘藤茶,还遇见这个野生的黄金 这个是湖南多花黄金品种 这个年份都是十几年的老黄金 把这几棵挖回去,用来炖老母鸡使用,或九尊九塞,泡酒,都可以 山山里面,悬崖壁上,这样子的老黄金 品质非常的不错 金感,有小手指那么粗 看地下快径怎么样 呈现金黄色 这样子的老黄金,非常的不错 把它挖了 老黄金挖出来,我们看到,它须根特别的发达 这个有半斤多 下山八点钟左右才回到家 这个藤茶,采着嫩枝叶,大概有四斤左右 然而看到,这个黄金,也挖了好几斤回来 这个黄金,野生的,有大有小 形状,各异,年份都是老黄金 这个老黄金,大家看一下尾部 有明显的退化痕迹 每生长一年,一个节节处会盆大的 露出地表,它的肉质会呈现这种青涩 当你一天的收获,藤茶 这里大概能够制作一斤干左右 明天把它制作出来 这个黄金,把它处理好之后 先好好地保存一下 等到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久真久晒 鲜鲜的也可以用来炖鸡 或是炒肉煲汤 野生黄金 处理好之后 可用来当作食材 或是当作药材 然而这个藤茶 一般采摘做好之后 是当作凉茶 四季都可以用来泡茶喝 先苦后甜 喜欢商货的朋友 大家是否知道这个藤茶 与环境的一些用途 与价值 评论区都可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